开幕式上,中国太极拳中央,为钟爱来民族表演了各式太极拳绝技。 太极拳是中国特有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是武术宝库中的灿烂明珠。 它与一般的拳术比较,有它独特的风格,由于它的动作具有松柔圆火,清零沉稳,云缓连贯等特点。 因此它可以不分男女老少,适应各种对象练习。 平安 平安 三 平安 平安 马 渊源流长,几百年来,经历代名师的继承和发展,广泛流传,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女大流派。 陈氏太极拳是河南省温县陈建宏陈王廷于1644年前后综合当时各家拳法。 陈氏太极拳的特点可概括为,现刚,应柔,落点是刚,刚而紧,转换用柔,柔而斥,动过螺旋,呼引呼现,续法并用往外伴相间。 陈氏太极拳是杨木禅和杨成普祖孙三代,从陈氏老驾, 继承发展而来,架劾有高,中,低之分,速度较均有,运进如抽丝。 整个架劾,整个架劾伸展而顺。 整个架劾伸展而顺,节目严谨,清明沉默,温厚光重。 因之,能很自然,表现出气派大,形象美的独特风格。 面画上游松入流,极楼成钢,钢楼相继。 面画上游松入流,极楼相继。 面画上游松入流,极楼相继。 岳南极楼成钢楼相继。 吴氏太极拳,是吴拳佑,吴建权父子两人,从杨氏太极拳所传的小架基础上, 驻步加努力和修润地形成了一个瓶派 无视太子强的特点是 以柔化著称 动作轻松自然 连续不断 小巧临活 拳架由开展而紧凑 紧凑中不显拘谨 武士太极拳是吴宇湘 李毅说等 由陈式太极拳新家 演变而来的中家 练习时 于松茎之中 暗含着开 合 引 限 开则聚开 开为发 发力的神秘 微限于体外 合则聚合 合为收 把运力的神秘 收引于体内 练功上 以内气的前转 和内进的转换 支配外形 左右手 各管半个身体 不相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世太极拳 是孙露堂 从武士太极拳 行一拳 八大掌之中 他和三太枝拳 而创的领务太极拳 那是一种 降高不合的跳舞 动作 瞧瞧 终于 收放 太平 练习时 要求 进退 相随 脉步 必 退步 必 撤 动作